作为RIP的Match来转发过去 那么这个是从BGP到RIP的一个重分布 那么对于从RIP到BGP那个重分布的话 那么在缺整情况下 它已经自动的帮我们把原有的RIP的那个跳数 重分布到我们的BGP里面去 然后把它的那个跳数值 拷贝成为我们的那个MED 就是BGP的那个Match值来进行转发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了这样子一个Transparent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之后 那么在A1上面的那个RIP的那个 比如说在P1在A4上面的那个RIP的那个跳数 就会自动的在从RIP重分布到BGP的过程中 就自动的把跳数就拷贝成为MED 然后这个MED一直来到我们这个P2上面去的时候 就自动的又把这个跳数又重新的被拷贝 把这个MED又重新的被拷贝为这个跳数 因为我们在这里加了一个Transparent这样子一个参数 之后呢我们要在这个BGP3上面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做了一个RIP到BGP到RIP的一个重分布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A2上面应该能够收到什么呢 应该能够收到这个A1的那个路由了 对你看 现在呢这两条203.1.0.0以及203.1.0.1都能够收到 但是呢现在呢对于那个A1来说呢 还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做那个RIP到BGP的重分布 所以呢其他路系呢还没能够收到我们这个网段的这个路由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IP 我们呢还要做一个从RIP到BGP的这样子的一个重分布 address family ip vrf vpn a 然后 redistribute RIP 重分布RIP进去 好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创建的VIF里面使用RIP 之后呢把RIP重分布到BGP这个IPv4地址组 之后呢使用在RIP进程里面呢 重分布BGP使用这个transparent这个命令呢 让RIP的match值呢穿越多个多协议的BGP MBGP呢传播到对端的那个VPN客户端上面去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p13和p14这两台剩下的两台 p167下面呢配置相应的这样子的一个RIP进程 Version2之后呢是adress family ip vrf vpn a net150.1.0.0 之后router bgp3 address family ip vrf vpn a 然后 redistributeRIP 之后呢在这个routerRIP底下呢 我们还忘了做一个重分布 Redistribute bgp3 match transparent 好然后呢对于p14我们也是做一样的一样事情了 routerRIP version2 address family ipv4 vrf vpn a 然后呢是net150.1.0.0 好然后呢 redistribute bgp3 match transparent router bgp3 address family ipv4 vrf vpn a OK好之后呢我们同时再连到a3 a4上面去 a3 routerRIP 罗生图net150.1.0.0 net203.1.0.0 net203.1.3.0 对吧 好 那么对RA4 同样把他的网站通告出来 routerrip 罗生图net203.1.0.0 203.1.0.0 罗生图net203.1.0.0 罗生图net203.1.3.4.0 罗生图net150.1.0.0 全部把它通告出来 那么对于A2上面呢 那么A2 A3和A4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缺省的路由呢 我们再检查一下 如果有缺省的路由的话呢 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些缺省的路由呢 给关闭掉 好 这里还有一条缺省路由 Low 把这些缺省路由全部Low掉 A3 那么A3应该也有一条缺省路由了 收入 0.0.0.0 这条缺省路由呢 也Low掉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检查一下 现在的路由呢 学过来了没有 收IP Route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203.123.4 4条路由全部都到达了 我们的这个 全部呢 都到达了 对吧 那么现在呢 还有REP的这个1 到来了 但是呢 其他的这些呢 没有被 显示出为 显示出一个明细 那是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再检查一下 这个P14上面的这个REP的配置 show run 然后BR 我们看到了在REP上面呢 我们没有做一个少做了一个no 这边做了一个no summary 这边做了P14上面做了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P3A4 A4他自己没有 A4自己没做 他现在我们在其他的上面都把no auto给打开 AR A3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A4的路由表 这个呢 可能呢 需要一点时间啊 好了 现在呢 经过了一点时间的这一个更新之后呢 好了 现在可以看到了 现在你看 是吧 现在全部都收到了 收到了 四个 那个35 32位的这样子一个网段的这些路由更新呢 2314 1234他都收到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检验 那么现在我们用show ipvif detail呢 来检查一下我们的 VR在VIF表上面呢 做了一个合适 是不是做了一个合适的一个配置 我们可以在P1上面用show ipvif detail 这个命令可以看到 现在呢我们在P1上面呢 创建了一个VIF 然后呢这个VIF呢 名字叫做VPNA 之后呢 它的RD是310 然后它绑在哪个接口上面呢 绑在P1连到A1的那个接口 S0-0.100上面去 之后呢 它的一个export这样子的一个RD呢 是310 然后呢 import这个RD呢 是310 是刚好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在上面呢 没有绑定一个import 或者是export的一个route map 同样呢 我们在这个P1上面 也收IPvif detail看一下 然后呢 在P3上面呢 应该是show ipvif detail 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到在P3上面 因为它一个接口是连接到A2 另外一个接口呢 是连接到A3的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VIF啊 绑定到多个接口上面 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同时绑定在S0.3 以及呢 S0.4上面 一条好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验证呢 我们可以用show ipprotocol VIF去检查 究竟现在我们这个VIF里面呢 运行了多少个路由协议 然后每天